腾讯体育8月19日炫,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英超第二轮的焦点战役,中切尔西三比二战胜埃森纳,佩德罗和莫拉塔帮切尔西取得两球领先,姆希塔良和伊沃比班平比分,阿龙所下半场打入制胜球, 英超切尔西三比二爱森纳姆希塔良传社,莫拉塔破门姆希塔良传社男就主配的罗莫拉塔阿龙所各入一球比赛亮点,阿森勒遭遇两连百,联赛首轮输给曼城后,爱森纳本轮又在客场输给了切尔西,新帅艾梅里之叫枪手,遭遇了联赛开局的两连百,奥巴梅扬错失两次绝佳机会,作为爱森纳的首拔中锋, 奥巴梅扬今天至少错失了两次必进球的机会,他也是导致爱森纳输球的罪魁之一,阿龙所传设建功,本场比赛切尔西所后位阿龙所表现非常出色, 他不但助攻了佩德罗首开记录的进球,而且还打入了制胜球,巧合的是,切尔西的三个进球都来自西班牙球员,可以说西班牙帮带领篮军战胜了对手,精彩回顾, 比赛刚开始三十五秒,奥巴梅扬进区边缘,本意久射门被科帕没收,第四分钟,佩德罗前场右侧带球内切后左脚抽射, 皮球稍稍偏出球门左上角,第九分钟,若日尼奥后场直塞,阿龙所前场左侧带球突破后横敲门前, 无人防守的佩德罗包抄到位左脚推着破门,主场作战的切尔西一比零领先埃森纳,第十九分钟, 被篮林突入进区刚右侧横敲,包抄到小进区前沿的奥巴梅, 杨几乎面对空门却将球踢高,埃森纳错失了班牌比奔的绝加机会, 第二十分钟,埃斯匹利回答后场长传,莫拉达反越为带球突入禁区, 面对毁防的穆斯塔贝,西班牙人一个假动作晃开防守左脚低射,皮球映射入网, 切尔西二比零领先,第三十二分钟,伊卧比进区左侧横敲中路, 穆斯塔良几乎面对半空门却将皮球踢高,埃森纳再次错失绝加机会, 第三十七分钟,巴克利中场传球被断,伊卧比带球突入禁区, 左侧射门北挡,穆斯塔良跟上道进区胡左脚抽射,皮球只钻球门左下脚, 一到二,第三十九分钟,切尔西打住快速反击,坎特带球到禁区右侧后回敲, 跟上的莫拉塔进区啊右脚抽射,皮球被切赫神勇的拖出横梁, 第四十一分钟,穆斯塔良前场右侧横敲门前,包抄到小禁区前沿, 被伊卧比右脚逼是破门,二点二,第四十四分钟, 伊卧比带球到禁区左侧后横敲, 大禁区中路达奥巴门扬左脚推射,皮球稍稍先出了球门左下脚, 埃森纳险些反超比分,第五十七分钟, 把克利带球突入,倒进去右侧右脚抽射, 切赫倒地将球扑出底线,七分钟后, 若日尼奥进去前沿,队远射被切赫倒地没收, 第七十三分钟,科尔气齐赢的前场左侧叶利球, 路易斯主发直接射门,皮球要过人墙后被切赫扑出, 五分钟后佩德罗前场左侧传中, 坎特的投球攻门稍稍高出横梁,第八十一分钟, 埃扎尔前场左侧带球,突破后横敲进去, 阿龙索前点左脚低射,皮球从前和两腿, 肩穿过钻入网窝,切赫西三比二再次领先, 第九十分钟,拉姆赛进去前沿的扫射稍稍高出横梁, 最终切赫西在主场三比二战胜二三纳, 数据分析,虽然是三比二险胜, 但切尔西本场比赛,在场面上占据绝对优势, 全场比赛兰军共有24次射门, 其中11次射证,而埃扎尔尔射门次数为15次, 射证只有6次,另外切尔西的控球率达到了62%, 这比枪手高出了24个百分点, 719次传球多出了292次, 如果不是切赫高阶逼党做出了8次扑球, 阿森赛可能会输得更惨, 出场阵容, 切尔西,门将, 1号科帕厚威, 28号阿斯蒂利奎塔, 2号吕迪格, 30号大卫路易斯, 3号阿龙佐中场, 7号坎特, 5号若瑞尼奥, 8号巴克利六十科要先期, 前锋, 22号威廉六十八扎尔, 11号佩德罗, 29号莫拉塔七十五级路, 三, 那, 门将, 1号切赫厚威, 2号贝莱林, 5号帕帕斯塔索普洛斯, 20号穆斯塔菲, 1, 8号莫拉塔中场, 34号扎塔四十六托雷拉, 29号宫多奇, 7号木吉他梁前锋, 1, 0号27268拉姆赛, 17号伊沃比西十五拉塔德特, 4号奥巴马扬, 安给最干的面子声明, 本来自腾讯新闻客户端自媒体, 不代表腾讯网的观点和立场。